阿俄 詞曲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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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勒阿弥陀佛 达勒阿弥陀佛 善道大師的程度思想 上一次我們講七種心信 我們一般聽到比較多的就是兩種心信 當然這兩個是很重要的 現在這個差種心信 就包括兩種 不過意思就是另外 說了五種的意思 那些差種心信 第一種就是機心信 大家都知道 第二就是發心信 機心信 心信我們自己是搞不好 這一生不能了生死 這一生不能了生死 發心信 幸好我們相信阿弥陀佛 祂有本事 祂有法句願 我們相信祂信佛念佛 一定亡生 即是這一世有人走的了 但是三種心信 其實就是 心信觀經所講的三福九品 定善散善 這些我們是要盡量地去做的 不是說要個個個都做得一百分 但是必須要盡量 盡心盡力去做好 這是佛弟子應該這樣 但是四種的心信 就是要深信諸佛的正誠 因為諸佛在阿弥陀經跟我們說 對的 你們只要信佛念佛 一定降生 我們要深信佛語 第五 我們就要深信 最重要的是聽佛話 做一個真佛弟子 即是佛叫我們做的事 我們要做 佛沒有叫我們做的事 叫我們沒有做的事 我們沒有做 又是向著這個方向走 那就會越來越進步 第六 就是講到作為佛弟子 我們為什麼經常說要信佛語 叫我們沒有信菩薩說的事 即是沒有盡信 大家明白嗎 那個信的意思 不是說一般 什麼都不聽又不是 即是沒有盡信 因為菩薩都是修行中的生命 這個菩薩一說就所有 他當然不是說等覺 那些高階位的菩薩 就是講一般的菩薩 什麼叫菩薩 大家互相打招呼 時都聽到的 老菩薩 那修行中的人 本身都是叫菩薩 大家明白嗎 所以 不可以去聽信 全部相信菩薩所說的話 因為他還在修行中 大家要明白這個道理 既然修行中 即是他還未完滿 很多事他還未到那個位 他不知 不清楚 所以不可以盡信菩薩 說的話的道理 在這裏 上次我們大句就講到這裏 我們今天就接著在這裏開始 請大家合掌 若多若少 眾不聞菩薩 人天等 定其是非也 這裏 就是最次強調 善導大師很反覆 不厭疲乏地 經常講這個問題 我們一定要重視 因為我們 問題竊就竊在這裏 我們的問題 你看看 他講 若多若少 眾不聞 這個眾不聞 古語 這個眾 但是它可以假釋成總 都是差不多的意思 它的音相同 有時是同解的 眾不聞 你不要有佛聞 你要有聞佛 看佛經 那種佛講的道理去做 就是沒有聞菩薩 沒有聞人 沒有聞天 那個天就是天人 或者說神仙 即是你連神仙也沒有聞 那要不要去黃大仙呢 最近有沒有去呢 沒有 經過 那些心態就是這樣 即是你自己 即是說話時 讀這些文字 有時你們是沒有聞人 你細心想 他有沒有做這件事 你就知道 有些人就是放下 就是不去 不行 即是你 你便入路了 即是你對善律大師 沒有聽善律大師說 也沒有聽佛講 人就更加是 三夫六婆 不可信 但我們人很多時就煩這些毛病 好 接著 請大家合掌 讓佛所說 即是了教 菩薩謹說 遵明不了教也 應認知 假釋的道理 不是說 為何菩薩也不可以聽菩薩講的 為何不可以完全聽菩薩講的 這是解釋的道理給你們聽 佛和菩薩最重要的區別就是 佛是願滿的 佛是了教 了意 菩薩不是 所以 我說菩薩 盡明不了教 所有 盡 即是所有都是 所有菩薩都屬於不了教 即他未完全通達 他未完滿 所以你便很盡信 信 應知 知不知 現在和你講了 任入到腦裡靠你自己 下面 繼續 請大家合掌 是故今時 養血一切有願廣生日等 為可深信佛語 尊著奉行 不可信用菩薩等不相應教 以為言外 無惑自迷 未失往生之大亦也 祖師真的很慈悲 經常怕我們不明白 經常怕我們搞不清楚 所以他不厭其法 經常強調 他說 勸這些想往生的人 唯可深信佛語 即是只有深信佛語 按照佛講的去做 不可信菩薩等 包括天呀人呀那些 更加不用想 那些是不相應教 為甚麼呢 如果你聽過那些 最嚴重的一句 就是以為而外 普惑自迷 我們經常這樣 即是我們很多迷法 不明白 自己迷失方向 在學佛很重要 佛弟之下 就會喪失往生大利 這是第六種深信 補充這些 到第七種深信 請大家合掌 第七深信 由心深信信者 決定建立自身 信教修行 冥除而錯 不為一切結解 結行 而學 而見 而執 之所 退失 傾動也 這大差種深信 我們要知道的就是 我們要在內心裏 真正正正是 真正要相信 相信佛說的 相信前面所說的這些內容 決定建立自身 建立自身 就是自己的信心 對往生這些大事有信心 接著就是 信教修行 這些我們平時比較少說 信教修行 信教修行 這四個字包括內容很多很多 即是所有釋迦牟尼佛 在淨土三經裏面 教我們這些 其實我們都是可以修行的 當然 如果你能夠做到 哎呀 我念佛好有佛器 我專一念佛就可以了 那就是專一念佛 一句佛好就可以了 如果你未到這個程度 你覺得念佛都是悶 有時都是不想念佛 你就要按照淨土三經的方法 有時要做阿彌陀經 甚至乎要做觀經 做無量壽經 看看裡面的教導 聽聽裡面的道理 甚至乎在觀經裏 雖然我們沒有強調你要觀的問題 其實現在我發覺 在善途達師的思想裏 他是鼓勵一些有能力的人去觀 觀呢 他不是說得很高層次才去觀 他當然是比較表面化的 用個思想 用個眼睛去看極樂圖 用個思想去想像極樂世界 這個都是屬於觀 而且他講到一點很重要 我以後有機會和大家學習 他講到其實所有觀成就的人 都是阿彌陀佛活加持才是成就 真真正正靠自己都是觀不到的 所以能力比較強 有時年輕一點的 有時多看一些極樂圖 看阿彌陀佛的佛像 想像一下 和佛親近一點 這個都屬於觀的 屬於觀察正行 所以所有這些 你就順教修行 可能你的心一出來 未必是你想像中的那麼艱難 是嗎 未必是 甚麼都是說心 心到便是到的 心不到便是不到的 心不到便是不到的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看 信教修行 我們念佛人 首先是一個修行人 前路大師講的很多這些法語 我們平時比較少講 我們覺得我們好像不是修行 我們不用修行 阿彌陀佛跟我們修了 阿彌陀佛是跟我們修 去修樂世界功德之糧 跟我們準備了 這是的 但是我們要跟祂相應 我們要盡情盡憤泌 去修行 修好自己 這是很重要的 是心態 不可以便宜 不可以便宜 這是很重要的 永除疑錯 不為一切別解別行義學 即是那些去左右 現在我們最大的問題是這樣 你發覺那些內部有來 現在不見了人 去了哪裡 去到我們本門也更好 起碼都是在本門裏面 但是有些影也沒有 佛又不念了 有些可以繼續轉去其他 物宗、打造 這些都算好一點 起碼都是佛弟子 有些連這個也沒有了 那就真是 靈靈都掉了 茶茶都不見了 所以這些都是 給這些左右 因為我們人是凡夫 有時你知見不正確的時候 有些現實的出現 跟隔壁左右的移工 喊兩句 沒有人喊了 有些不舒服 你就變成 沒有意思了 你就不想來 因為你不想見到那個人 你知道嗎 你覺得他很討厭 很煩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夢一次 大家一起做的 觀點有少許不同 那你就已經踩在火花 在雷心 火藥那些 不是好的火花 所以這叫什麼問題呢 因為我們不當自己是修學人 我們就會出很多這些問題 我發覺愈來愈嚴重 佛弟子裡面 入門修學組的佛弟子 看不起剛入門的 有些能力的佛弟子 看不起沒有能力的佛弟子 或者長期在做移工的移工弟子 又覺得可能會高人一等 又看不起那些 經常都不幫忙做事的人 這個現象 在人的世界上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都是凡夫 想提醒大家一件事 就是我們是凡夫 我們是允許自己會有錯 但是知道錯最重要 你起碼有個改的心 不是說你一點都不想扮 沒有可能的 我們是凡夫 但是知道自己 有時有個分寸 沒有那麼過 沒有那麼過 那你自然有些東西是好扮的 你自然有些東西是好扮的 你會發覺簡單很多的 不是想像那麼複雜 當然其他人 你自己也有錯 不是說你沒有錯 多數都是你們的錯 你也要檢討自己 雙方都找到自己的問題 就變成沒有問題 至少有一個人說 不好意思我剛才大聲了一點 對你 隔壁的人聽到很舒服 對嗎 叫他這句 都是我不好的 對嗎 即是變成為融合 世界就是這樣 是這麼簡單的 屋子也是一樣 屋子為何這麼多爭吵呢 因為太親近了 大家都 一直大到 你便說 要不要戴個假面具做人 我們自己是家人 這是藉口 你經常都這樣 你經常都沒有在心裡下功夫 你始終始都是撞火 所以為何屋子有這麼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太過當他 屋子就毫無秘極 啊 私人各方面都不尊重 那就出了問題 出了問題 兒子這是甚麼來的 人人都有些私人 尤其是香港人是說私人 有時尊重他人 有些東西我們是需要去檢點 不是說這個兒子這個女兒 就甚麼都可以 又不是這樣 所以其實最高的境界 不知道大家接受 很信又好 很不信又好 一家人呢 最好的心態就是 朋友這樣當他 好像很難聽 哇 你不當他是自己人 當他是朋友 其實當他是朋友 你才是最高境界 你當他是自己人 就很執藥 是啊 一當他是自己人 你就很執藥 人人都有自私心 你愈是想為他好 當他不爭氣的時候 你會激死你 矛盾你越大 吵架又越多 本來不需要吵架 你也要吵架 因為你實際看不過眼 因為你實際想他好 但你明白 你已經想他好 就給你年齡 都搞不好 即是不行了 你的肚子 明白嗎 起碼來說 不一定說你的肚子不行 是他不接受 他不接受你的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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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沒有用的 一方面也沒有用的 所以這些問題 我們一定要明白 我們看到善良大師的 測種深信 證明善良大師 是一個很有擔當的人 他直長直肚 他又不需要轉彎抹角 你看 有誰這樣說話的 菩薩的 你們怎麼盡信 哎呀 在佛弟子的世界 在佛堂 在寺院 沒有人聽過這些說話 他們不看善良大師的思想 是不知道的 哎呀 看到菩薩還不擺 為何不可以盡信菩薩 這些說話 真是歷史上 講得最直接的 就是善良大師 因為他要為我們負責 加上當然他情緒高 他是阿彌陀佛的化身 他又有資格講 他自己呢 他寫了《觀經史碟座》 剛才他在《大英國道》說了一段 如果你們 雖然那些菩薩 雖然那些人 都寫了很多文章 但也不能信 要經過佛 要靜定 要經過佛器嚴正 要印正 那他自己又怎麼做呢 我真的要花時間講 他寫了一部《觀經史碟座》 他首先發覺了 前人 南北朝 徐朝的大德 當時是佛教界的領袖 都解釋錯了 於是他得起心肝 要寫了一部《觀經史碟座》 要來極定古今 於是他在佛面前發言 他就禮佛 請求佛去幫忙 所以當時他是禮拜 他是長跪合掌 在佛前 他就請求盡虛空法界 一切佛 阿彌陀佛 是釋迪佛 他是很誠心地請佛去幫自己 他請求 他問什麼呢 他說 我現在弟子 我想寫一部《觀經史碟座》 極定古今 不知我可不可以做這件事 他就在佛前 禮佛問佛 他發了這個心 然後他每天 他就 詞阿彌陀佛經 三次 即是特別詞 除了共修 那些不算 跟人一起 早晚課 那些不算 他另外自己 詞三次 念佛三萬聲 講到這個問題 詞阿彌陀經 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當時的善律達師 你覺得阿彌陀經 他不熟 他當然是倒背如流 為何他還要重三次 是否多次一句 非 我發覺 尤其對於我們目前 我以後會強調多些 要多些重這個阿彌陀經 一句短 但二句 將意義集中 最精簡係的 結論性的經典 所以 念佛之前 重一下的阿彌陀經 是非常之有必要 非常之有必要 會令我們專注念佛 好 非常之好 他每日 仲三遍阿彌陀經 三萬聲分號之後 當晚 他便有這樣認 當晚發夢 便看到西方紀律世界的景象 看到甚麼呢 看到西方紀律世界 哇 紅光一見 首先看到裡面 金山千蟲 寶山千蟲萬蟲 寶山千蟲萬蟲 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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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山是沒有山的 這是寶山的形容 知不知道 很多寶 在寶山的形容 不是寶山 寶山 寶山是沒有山的 而且 寶山他是各樣的 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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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 有些坐在那裡打坐 有些站在那裡 有些在說話 有些在保持沉默 有些在動動行動 有些在靜有些在動 這樣他就介紹一些很詳細 你看看 這些夢是很真切 實際上他就直接看 不過我們當他是一個夢 夢有很多種 他就看了很久 他才寫 寫完之後發起充滿 於是他心大憎 突然開始動筆 開始寫《觀經四叠數》 寫《觀經四叠數》的時候 每晚都感應到 一位聖真來到他的夢裡 去教他怎樣寫《觀經》 所以你看看 那些感應是不可思議的 我們都知道聖真是誰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指點他去寫 所以他是阿彌陀佛的法師 意思是阿彌陀佛 是透過他去表達一些訊息出來 明白嗎 我們可以理解成 善途大師都是一個法師 都是唐隊的人 也可以 阿彌陀佛是透過他去傳達 那些真理 甚麼絕對世界的東西 讓我們知道 他當然有聖真 有阿彌陀佛的指點 他很快就寫完 他寫完之後 他更正重其善 當然他還按照過程序 因為他寫聖真 他就沒有點明白 這是阿彌陀佛 他沒有說 但我們自己可以意活 然後他寫完之後 他還很認真地去做一個 要求佛菩薩去印證 寫完之後就發表 要印證 怎樣印證呢 他就練阿彌陀經十次 每日 他本來發心是七日 他打算用七日時間 每日還經十次 即是另外 做曼霍的不計 另外詩人 用時間 還十次阿彌陀經 然後連佛都是三萬星 他打算這樣 用七日的時間去做幾件事 怎知他一做 當晚就已經有垂上顯然 他發夢 發到在路邊 有三個大石磨 在你轉 這個外道可以 即是個人的表述理解 石磨是轉動 可能是轉法輪 可能是表達三寶 這些是垂上 然後 有一個人騎著白駡陀 去到他面前 跟他講 他說 法師 你一定 這一生 一定精盡求生 西方淨土 你不要退心 他自己說 你不要退心 這個世界是很痛苦的 極力世界非常莊嚴 非常好的地方 你今世一定要去 善妙大師當然 當然 我一定去 我一定去 我會退心 我一定要去 今世 那大家呢 你去不去 去 我們去不去 去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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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去 這是第一晚的事 到第二晚 他直接在夢中 看到阿彌陀佛 看到世界 看到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坐在一棵 寶樹下面 面向西 面向西面 然後有十個聖賢 圍著阿彌陀佛 看到他的景象 阿彌陀佛那棵樹 那裡掛起很多天衣 為何他要寫這些呢 我小心想想 去證明他這個夢 是很清晰 很清晰 但是我們人一發夢 都在夢 就好像是有什麼好似 他不是好似的 他看到 就是這樣 聽不清楚 所以 這個大二晚法的夢 他就很發起 第三晚又發了一個夢 第三晚發了什麼夢 他就發到 又在路邊 有兩個法床 有兩個很高大的法床 上面的圖案 很清晰 看到什麼圖案 很清晰 是有五色 有五色去組合的 五色我們知道是佛教 大家有沒有見過佛教的五色 記得嗎 記得嗎 記得那些五色嗎 藍 黃 紅 白 橙 是藍 黃 紅 白 橙 橙 橙 最尾 有短短的 最一次的組合 看起來是挺特別的 不過我們比較少見到 我覺得 我們香港比較少用這個祭 我覺得 這是很好的佛教傳統 這是五色祭 五色祭 藍傳 其他傳統的佛教國家 都有 什麼哲寧 他們都是 很多 一枝一枝地排著 變得很莊嚴很特別 他就用五色 用五色組成了圖案 而且裡面很多像道路的文路 非常清晰 你看到那些就是 我們怎樣理解呢 就是自己想想 叫善律大師好好的畫這個法 這個法是被末對眾生最為實際的 所以在最後那裡 最後那裡我們看看 他經過這三次之後 剛才之前我們說 他本來想擦日 但已經有了三日這麼好的瑞相 所以他就沒有 後面 他就沒有再去 堅持擦日這個問題 他已經完全放細心了 即是知道已經得到阿彌陀佛印證 所以他就開始花時間去畫這個法 所以他就放下那樣東西了 所以他最後寫這個觀經 最後他的目的 那裡就說了 所以他很慈悲的 應該是善律大師 陷靈聞之生信 有色目睹西歸 即是希望那些所有生命 尤其是人 知道產生信心 求生西方直逃 所以大家有沒有想過 善律大師為何叫善律 我細心想一下 善律這個名字真是很有意思 善律善律 善律 他絕對是最善的導航 這個名字很厲害 比北斗 知道嗎 因為 に北斗是人類這類的地球 這麼小的範圍去導航 要用這艘 꿈 能以前導航去哪裡 西方 суп 這 tha 那裡 西方結論世界 所以他善道就是最善的道 最善的道就是令到我们众生 一去就离苦得乐 一去就脱离六道轮回 去到基督世界是最为善道 这名字很有意思 善道善道 他就说将我们度归极乐 这位大师的发明真的很特别 不知大家信不信呢 信 信 有人走 所以他最后也提醒大家 在他观经试叠座上 如果大家看过就知道 他最后就提醒大家 他说这部观经试叠座 已经请十方诸佛印证过 一个一字都不可加减 如果你要抄写 以前印刷梦法版要抄经 如果你要抄写 要像对对经文经书那样抄 很认真地不准错字 错就要改 这样的意思 要认真 谨慎 这是先导大师的法语 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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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